Ayo 了世紀 天梯露心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蒙古人對上酷漫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朗地圖 先來看一下出生點位6點鐘方向的蒙古人 打野速度很快 馬功的攻擊速度也很快 而且他的肉馬跟草原騎兵還有血量加成 後期精光技術可以讓攻城器的移動速度變得超級快 所以這個跑車大將軍也是在做蒙古人 這邊哈特打出了Happy 你開心嗎? NBL說對的 他很開心 NBL也關心以前的戰友 你呢?你也開心呢? 他說他也是的 哈特表示關心一下席日隊友也是很開心的 他說他在聽歌 應該是聽歌的意思吧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12點鐘方向 沒想到兩人一開局就不間斷討論了 那12點鐘方向庫曼人的特色是封建時代開始 就可以蓋下額外的城鎮中心 但只能蓋額外的一個 那庫曼人他是騎兵 雖然沒有跟蹤技術 但是黑暗時代開始就5%的跑速 封建時代就有10% 到了城堡時代是正常的15% 第五時代是20% 所以他的遊俠是跑得最快的遊俠文明 肉馬也是 草恩騎兵也是 那他比較特殊的東西是他的銀罐 這個大草原跟蹤技術 可以讓自己的肉馬噴得更快 還有馬功 所以庫曼人在打這種資源消耗戰的時候 後期是蠻可怕的 肉馬一直噴啊 可以把他想成是肉馬版的 這個哥的人 可以稍微這樣想就可以了 那庫曼人他的馬功路線是比較尷尬的 沒有三級射 所以射起來會稍微弱了一點 可是還是要靠青塔作為主力會比較好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地圖方面看到左邊有一塊黃金 這黃金的位置比較微妙是在木頭裡面的 但是他是偏靠木區 那如果這裡木區沒有辦法圍死的話 這裡就會很難打 看來這張地圖他勢必是要圍死的 甚至直接從左邊這裡圍死就好 那如果要小圍的話 就可以這樣小圍一下 小圍一下 很好圍 其實算很好圍的地圖 但是應該是不太至於不打圍死 那為什麼要想一下為什麼不圍死呢 是因為他是庫曼人 因為庫曼人如果封建時代要開TC的話 基本上是很難去做圍死的動作的 所以我們這邊還是會考慮不圍死的狀態 那庫曼人這邊如果要圍死的話是很好打 那如果他不開TC的話正常開 帕特這邊應該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問題就是後期的兩塊附金都是偏正面的位置 對手可以來正面騷擾很快 那如果要開TC的話只能開這個石頭礦 剛好開石頭礦就可以插箭塔防守 雙TC開農的一個路線 那來看一下MBL這邊 MBL這邊的主金在前方 右邊的話有一塊附金 這裡有一塊附金的 要圍架的話也可能只能大圍了 然後正面這樣圍起來 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兩邊肉麻相撞 你尻我尻你 兩邊突然尻了起來 最後是由MBL提早生時代的關係 多砍了一刀 而且這升級是變成5點傷害 直接秒殺了對手的肉麻 這邊肉麻我們趕快去偵查一下 看一下這邊狀況 好這件事看到了射箭場 好你走攻兵開 那我家裡待會就要補個射箭場 但是現在HOT已經沒有了肉麻 所以趕快出了一隻槍兵 前線偵查還順便自帶外帶了一個肉麻 這一波賺了 好這邊偵查過後 確認蒙古人真的是肉麻開局 那蒙古人的肉麻開局呢 在封建時代是沒有任何的血量加成 到城堡時代才會有這20%的加成 所以蒙古人呢 他的血量上市 封建時代是沒有優勢的 除非你點品種 好那現在HOT 弓兵加槍兵 先出來繞下路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那目前家裡的部分呢都已經圍好了 這個木牆都圍得好好的 欸這個怎麼只敲一半呢 甚至一半都不到 只有18% 好那庫曼人現在家裡是真的沒圍死 就算沒開TC也不圍死的狀態 好那就微妙了 那蒙古人這邊是把家裡圍死之後 撒了非常多的農田 10片田了 但是這邊吐曼 這裡還是落後農田 這就有點尷尬了 而且NBL這邊是一農一木哦 所以這邊經濟會非常非常的好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可能會直接上吃掉這兩隻槍斃嗎 好來到6隻肉麻 6隻肉麻要上了 這邊再稍微巡弱一下 衝進去了 衝進去我就追上去 好看到槍斃兩邊分開來 這裡可能會想要打7隻肉麻上去 往上貼看一下這一波 兩個槍斃直接倒地之後 損失了兩匹馬 好三匹馬 然後把工兵全部搞定了 OK那這一波看起來NBL還是有一點小賺了 有不到小賺是還能守 好但是如果繼續用肉麻手下去會守到頭破血哦 但是哈爾特也不能給對方 他也沒有壓力 這邊工兵還是要繼續給對手更大的壓力才行 好那目前加里圍得差不多 火箭往外圍 現在黃金也在開始挖 OK左邊真的沒圍死 好右邊繼續進攻 這裡開始蓋東西防守 肉麻現在是4隻 家裡沒有轉射箭場嗎 哎呦有轉一個射箭場 好這一波進攻看起來是打不進去 好前期兩邊打的算是比較有來有往 但是並沒有一個歐印式的打法 哎呦最後這邊肉麻還被戳掉了 這個槍兵戳得不錯 直接戳掉只剩下兩匹馬 好這邊聰明稍微打一下騷擾你一下 並不是要真的抓你聰明 現在剩兩隻肉麻要抓掉也是很困難 好現在蒙古人點下了一級射 城堡時代還有一分半左右的時間 庫曼人這邊也是大概慢了20秒左右而已 好這邊還點下了一級的弓兵鎧甲 好MBL這邊也是點了一級的弓兵鎧甲 當毛兵就比較能夠擋得住弓兵的傷害值 好肉麻稍微過來打一下 擴敗這邊準備要來變身哦 攻轉弩14隻的數量 那擴敗人的射電場跟馬就都很便宜哦 所以前期也更適合打這個雙射電場開局 然後城堡時代直接轉馬弓 是也可以考慮的 這邊是選定了先轉成弓兵二級射 溫階時代一升上去 那MBL這邊勢必可能要轉個戰毛兵哦 馬弓可能不能繼續按哦 這個馬弓你要確定哦 家裡用頭車守 然後馬弓騷擾 OKMBL決定是要這樣的 那如果不轉戰毛兵的話 第一波家裡很難受 來看一下這一波 攻兵準備走進來了 頭車準備好 你敢進來我就拍你 沒有進來 MBL表示 這裡我管的 別搶進來 別搶進來 哦呦拍到了伊法 大碗的大碗的 這一波蠻大的 好這一波馬弓衝進來 但是庫曼雙TC防守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各位這兩隻馬弓 所以這位殺要死去了 好下方的 弓箭手 開始在嘗試破木槍 好騎士方面 只出了一隻 拿來探路用的 跟防止戰毛兵出來 還有打工程器 會比較方便一點 並不是真的要爆騎士哦 好這邊直接上去硬點 把頭車點掉之後 庫曼人現在有 攻兵的數量優勢 好這一波馬弓走進來 兩邊對射 好這波操作 有點麻煩 現在壓不進去 兩邊是你看我看你 那現在MBL跟 庫曼人 兩邊都是雙TC開頭 經濟方便算是 普普通通 不會到太好也不會到太差 好現在這邊 馬弓數量來到了7隻 但是關鍵的是 家裡這裡已經維號 後面這裡還沒有 如果再繼續深入的話 HAT是可能打到東西 但不一定 進去的話 這坨兵可能會沒有 被砸掉的話 就沒有辦法繼續反擊哦 好這裡點掉一隻村民 蓋大學的 MBL 這波打得很好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所以現在蒙古人經濟領先 哎呦剛說你打好 結果這邊就發呆了 被白色了一下 還好馬弓有品種 血量比較多 射不死 那家裡可以開始補修道院了 結果外面直接野外拍一個 看一下這一波 紅車能不能拍到 拍了一個寂寞 沒事 再拍一下 又躲掉 OK 第二發 再拍一下 又拉走 OK 這裡頭車 拍村民 沒拍到 紅瓶偷電 拍到了 還想秀啊 HAT 但是還是讓他秀到了一點 這個工程器製造手 還是蓋好 這邊兩邊的細節做得很好 好 瑞瑜稍微高打地一下 想辦法把這個建築物給拆掉 直接蓋在臉上 太過分了 好現在兩軍都在地圖中間 你看我看你 但是這一波 是一個工兵寶甲嗎 好 兩邊的軍力 開始往前 好 那現在這裡頭車拍到一發之後 有點死傷 好 好左邊這裡再拍一下 頭死車 要小心了 要小心了 好左邊再拍一次 OK 拍一下 哎呦 全部殘血 OK頭死車現在兩台 再拍個一下 哎呦 又拍到了一台 現在 頭死車工程器 兩台都在高地 兩邊都不敢群聚妄動 但是這邊高達的優勢還是很大 一發拍死 哎呀 MBL 頭死車這一波打得漂亮 高地還是有他的優勢帶的 可是是非常巨大 但是MBL 待會要遇到的是 HART的高地工程器製造所 工程器製造所 要拍就拍在高地上 我們的教學也是這樣教的 不然這個沒有高地優勢 頭死車的威力 就會減少很多 而且高地 哎呦 高達第一 要秒殺一台頭車很簡單 又來一台 好拍掉 現在兩邊中路拍掉 頭車兩邊互掉再一個 哦 炸到後面差一點就 全中 還有他是往前走 往後走可能就完蛋了 好兩邊攻兵互打 兩邊是死傷都很大 那蒙古這邊是真的偷啊 MBL這邊偷到了四個TC 庫曼這邊才三個 偷著偷著就升到了帝王時代了 好走一般的馬蜂路線 並不是走蒙古突襲 那現在城堡的位置 現在可以考慮往前蓋嗎 如果要蓋的話也是蓋這個高地會不錯 哇結果頭車拍掉了MBL 兩邊的戰況 現在是MBL還是領先當中 馬蜂的高地優勢 加上後面的僧侶一直把血量給拉起來 這邊要小心 僧侶要不要照一下騎士 好騎士招翔 招到兩隻 漂亮 直接拉騎士去解決頭石車 OK MBL這一波僧侶招翔 獲得了巨大優勢 結果頭石車沒砍死 這樣要9滴血 MBL這一波再拉騎士過來再繼續打 砍血收掉後面頭車 剩下留99滴 要趕快趕快點掉 這個頭車臨死之前想要再打一發 但是沒有打到東西 現在庫曼人轉出了騎士出來扛 但是有點扛不太住 高地馬蜂真的傷害太高 連戰寶兵都有點擋不太住了 這一波馬蜂真的是有點狠 現在野外的區域已經補下了一根城堡 左邊這裡只有兩隻弓兵在騷擾問題不大 隨便解的解的掉 家裡現在是三個PC 一直能 我們撒了一大片田 這一看就是我要出遊俠 或是草原騎兵跟你死客了 那蒙古人這邊對上遊俠的方法 最好就是轉出駱駝 或是轉蒙古突起 也是一個很好的辦法 OK那現在三個 騎士順便抓到了蓋寶兵 但是馬公趕快來救援一下 OK直接吃光 蒙古人生到地獄三級一射 母子環化學依序補下 該點的都有點 而且二龍恩母都有點 只缺了一個手推車 蒙古人現在要補個手推車 會經濟更好一點 可以看到蒙古人的經濟 開始被庫曼人追上了 這邊有點尷尬 那蒙古跟庫曼最大的差異是 山農山木 庫曼人是有的 所以越打得越後期 再加上庫曼人的大草原跟蹤技術 山農山木 這個經濟是非常炸裂的 這裡在毛兵打馬公還是有點痛 硬扛好像有點傷 好兩邊稍微拉扯 頭車拍一下沒拍到 頭子車沒有被點掉 第二隻騎士來了 再點掉 哇這個馬公攻擊速度真的是快 快的有點誇張啊 好MBL這邊 數量慢慢穩定起來了 好點掉了一台頭石車 再突射掉 好這邊再繼續防A 哇直接手撕庫曼人這邊的戰毛兵 OK 現在蒙古的馬公數量一直在輸出 一直有很好的輸出環境 繼續走一般的馬公CA 好結果這邊拉了一些村民到前線 應該是急一點射錯喔 這個數量看起來也不是蓋寶 哇直接被拿山村 哈瑟這邊稍微有點小小失誤 開始轉肉馬了 巨型頭司機準備好了 第一台來了 現在肉馬的數量 開始慢慢累積起來 現在MBL也點下肉馬的升級 好現在傷害來到了10點 好一般的馬公 上海10點跟蝦姆是一樣的 打村民很快 好現在右邊 巨型頭司機 正準備進攻當中 好這一波馬公 再繼續往前 好戰毛兵 小心會被點光 這裡馬公會很虧 不能再打了 左邊要撤 好現在哈克補了非常多的射箭場 應該是要繼續補戰毛兵配肉馬 鋪馬人現在經濟 最大問題是連二級農也忘記點了 只有一農而已 一農的話 這個木材消耗有點快 所以又要配更多的伐木工 伐伐伐木工 好現在化水也點好了 二級馬鎧 也許補下 這邊是打翻走垃圾兵路線 全部先點工坊 好盆馬 準備要來一波 肉馬大戰 好MBL這邊經濟打到最好 走推車二級挖金 該點的經濟科技都補下了 好 蒙古人的經濟終於來到了最豐富的狀態 好二級馬鎧也點了 現在肉馬是新騎兵 他也沒有辦法進到大肉馬 大肉馬需要500肉 600金有點貴 好這邊要小心 馬公上去是有點送的 城堡還沒掉了 封兩隻 但城堡已經被拆除 哇你把你的馬公當成蒙古突起了是不是 上去點巨型投司機 很難點啊 這個一般馬公基本上要點巨頭點不太掉 好騎士稍微進來溜一下 但這邊一個建築學 但是沒有為好又溜的出去 阿神這邊是為了一個寂寞 好 正面的巨型投司機 還在工程當中 好最後是打掉了吧 巨型投司機很危險 兩軍行在對峙當中 我在高地你別過來啊 我在地處 你也別過來啊 兩邊都是你看我我看你 好現在蒙古人轉了 金瑞蒙古突起 哎呀這個蒙古突起 出來了出來了 現在破曼人大肉馬 還沒有點下 要不要賣一點木頭呢 賣一點木頭 過來改一下 改下黃金 好這邊大量的戰毛兵想要扛住前線戰線 但是前線戰線的馬公事實在太誇張 戰毛兵的數量很難維持 但是這邊噴出一些肉馬 肉馬開始來阻止一下敵方的肉馬來進行戰毛兵的反擊 但是前線的肉馬數量倒的有點快 而且騎士也是過去就是蒸發 騎士根本就是白出的狀態 MBL對你某個途徑已經增長了 現在巨型投資技術的傷害也是非常的炸裂 這一波交戰 MBL拿到了絕境性的優勢 困慢了大軍 直接被擊潰 MBL可能要直接拿下哈爾特了嗎 這個軍力差距實在是太大 哈爾特受不了打出了GG 我們恭喜MBL拿下比賽的勝利了 哇這一波MBL我覺得這把打得很好啊 蒙古突起是比較後期轉型出來 前期是靠著CA馬公 扛住了前線 而且這個CA呢是一般的馬公喔 而且我覺得他打得很好的地方是喔 一直利用這個高地去做防守 戰毛兵喔 那投資車也是秀得很好 後期的轉兵我覺得也是蠻細節的 先轉了肉碼再轉這個蒙古的突起精銳版本 居井投資技慢慢進攻 如果對於你是喜歡玩蒙古人的玩家 可以做一個參考 這個升級流程相當不錯 好那這邊看到MBL拿下了黃金跟死料的資源優勢 拿到了4升瓦後期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請記得幫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按讚 按讚 点讚 我們的影片 點讚 點讚 注意